坐車不懂規矩是不是啊 先生我跟你說我下一站才要下車 啊你下一站你再站一站刷車 說什麼卡啊 蛤 前八公里都是免費啊 跟免費沒有關係 你刷卡就代表你要下車 沒有喔 我每一個其他車都刷卡 沒有人下你 來啦 叫警察啦 不要跟你說了啦 你要叫你可以叫啊 來 你扁不扁不扁 先生你剛罵我嗎 我哪有罵你 我不開啦 你剛罵我X對不對 我不開啊 你剛罵我X對不對 我說X能怎樣 我又不是在X你 我不能說X啊 幹嘛 幹嘛 你要幹嘛 你刷我是不是啦 我沒有刷你啊 先生 請你控制一下 刷卡啊你又不下車 然後要跟我講說是下一站 請你控制下一個情緒 台中又爆出公公車司機 跟乘客起衝突 馬上來看一下當時狀況 你完了 你耍人家 坐車不懂規矩是不是啊 好了 駕駛當時已經把車停路邊 他走出駕駛座 來跟後面的乘客 第二波衝突 前8公里都是免費啊 跟免費沒有關係 你刷卡就代表你要下車 沒有 我每一個 其他車都刷卡 沒有人下你 來啦 叫警察啦 不要跟你說啦 直接男駕駛跟女乘客 衝突是越演越烈 短短的兩分鐘內呢 就吵架吵了三次 我不能說幹啦 幹嘛 幹嘛 你要幹嘛 你耍我是不是啦 好 當時呢 這個公車司機揚言說要報警 也認為說不爽 他當下就不想開了 那據了解呢 事發時間疑似是在 6月23號的下午2點多 地點就在台中烏日 那乘客呢 在烏日高鐵站上 搭乘綠衣的車次 那原本呢 要在豐樂公園站下車 但疑似是因為不熟悉路線 聽到廣播是豐樂公園的前一站 他就刷卡了 那當時呢 他認為說 台中市民呢 搭公車免費 他認為說 就算是刷錯卡 也不影響扣款喔 但司機則是認為說 你都按了下車鈴 也刷了卡 你卻不下車 還跟他說 要到下一站才下 他認為自己是被耍了 兩邊呢 就引爆激烈的衝突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資訊 而是香港的 出品 很早就 都市民 上传 都市民 有 這直到 都市民